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們今晚又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過去在節目上討論過很多次 我們為什麼會重複討論呢? 主要原因始終這個問題未解決到 就是關於香港的中醫的前景 大家有些人會想中醫的前景已經很清晰 自從200年1月3日開始 香港已經起碼正式承認中醫 有一個機制幫助中醫立法 所以應該是一片好的前景 但事實上是怎樣呢? 我們今晚的嘉賓余國偉 是香港的注冊中醫師 他亦都是香港中醫師權益總會創會的理事 為什麼我今次又請余醫生過來和我們討論呢? 我們最近五月左右 香港中醫師權益總會在中環立法局 有一些行動 當時我也被邀請他 我也想知道現在香港中醫方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或者我們先請余醫師幫我們討論 其實我們當時的請願是為甚麼目的呢? 好的 多謝明天更好 香港更好電台的台長 袁大明醫生和我們聊天 我本人是余國偉 代表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和大家在空氣中聊天 其實最重要的是 今年是一個2009年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不經不覺已經成立了十週年 但是頑固一下 香港的中醫師的歷史過渡性安排 還是有很多怨聲出現 就是表列醫師還有將近三千個 還是未能夠註冊的 大多數都是一把年多的 亦都是經過很多有去考試的 考了試之後都過不了那個門檻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作出一個比較有建設性的建議 就是我們香港就業的中醫師 以往登記了表列的時候 就是2001月3日以前 當時全港香港的中醫 都是表列中醫師 但是經過他們離定這個遊戲規則 就是說2001月3日以前 能夠倒數他執業已經有15年日子的中醫師 就是無需考試 直通車就可以直接去註冊成為 香港的註冊中醫師了 那麼不夠15年那些 又沒有學歷證明的人 就會仍然是表列醫師 就要去面對香港的中醫管理委員會 安排的過五關斬六將的考試方式 結果出現一些很不公平的結果出來 就是過不了這個門檻 有些是僥倖地過了 所以現在剩下來的表列醫師 都差不多有三千個 三千幾個 應該不會超過三千 是三千個以下 而註冊了的香港的中醫師 註冊了的就超過五千個 已經有五千個 比例上都挺大的數字 註冊裡面是為數不少的 都是直通車的方式 是他根據遊戲規則 定了他們是不需要考試的 例如關知義的那些 都是老中醫的所謂 是他們遊戲規則定了 那個陌線 他們是過了那個位置 就不需要接受考試的 所以在這個環境下,不公開的情況出現,覺得對香港就業的中醫師,很多地方都是不公平的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在今年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成立十周年來說,我們權益會很大的訴求是要檢討的 檢討的情況最重要是,既然過往是曾經十五年的行業的人,不需要考試就註冊了 那些表列醫師,如果當日不能夠註冊,到了今天,2009年,如果夠十五年,我們都希望有關的部門讓他們可以特準註冊 那就早點了結了這個歷史包袱,我們的建制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一個建議就是,又或者政府現在不是赤字的政府,還有相當的資源 我們另外一個建議就是,由政府出資辦班,就是給予表列醫師特別的進修 就以這個學分的形式去拿他們的註冊的學分,夠了他們的註冊分數的規限,他們也可以特準註冊 如果第二個方案來做,據我所知,考試的科目是很多,要學十幾二十幾科 沒錯,沒錯 十幾二十幾科 如果你說要他再進修,那你自己想想,具體上是否要他讀一般醫學的課程 即是不用讀一些基本的醫學,解法那些不用,當他不用 那你是怎樣做呢?是補習一下呢?還是真的要從頭讀過呢? 讀完之後,考多個試,合格就算了 即是你起碼一科一科去考,不用十幾二十科 那麼很多人離開了學校幾十年 有些老中醫,其實不是他不懂醫人,不是他醫人出現過什麼危險 一個很安全的,很有能力的,很有本事的中醫 但是你叫他玩回學術遊戲,講真來說,我相信西醫教授,要到他五六十歲的時候,叫他再考試 我相信很多都不是考得到的 所以那個你曾經所說的情況,因為據我所知,坊間其實有很多補習班 那補習班的費用,我想都不是說,不知道是否因為會高到有很多的表理醫師,覺得負擔不起 而不去進修 如果你現在這樣的建議來說,你是怎樣去衡量呢? 是否用這些補習班的課程的形式,每一次補習班之後,考考他 起碼一步一步地考,考到就得到學分呢? 你是否這樣想法呢? 其實袁醫生,你提出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的 我們剛才說的特別開一些政府資助出來的,專門為表列醫師進修的項目,拿學分呢,是另一個構思來的 跟現在坊間所有註冊醫師進修,或者是表列醫師考試準備班那些,是另一個東西來的 因為現在的中醫學條例,就是規定,有個強迫性規定,註冊中醫師每三連續排,就一定要在其中三年裏面,要進修六十個學時的學科 六十個學時,六十個學分 三年裏面,即是每年有二十個,差不多每年都要起碼三日起碼 但是又未必會拿到三日的,因為大多數都是,一些中醫社團搞這些班,多數都是夜晚 通常,如果你說要全日的特別的節目,是由早到晚的大會形式才有 一般都是晚上,可能是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就有幾分 總之三年裏面,你獲得六十分,你才有資格合乎它的標準線,是可以逐排的 現在註冊的情況就是這樣,給三年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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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因為政府是用西醫的觀點去平衡資格的問題 所以他們覺得,表列中醫的醫學水準會有參差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的觀點 在這個情況之下,政府最好,因為這是歷史的問題 不是現在你來報名做表列,是200年那一群做中醫的人 只不過不夠15年那個達標,你就給了一個表列 而去註冊的前面的功夫,去做這件事 你設定好程度,就是給他們有一個通識的中醫的課程 即是標準的程度 換句話說,這班表列的醫師,如果假時間上了這個特別課程 為他們讀新做的話,他們每個的水準起碼是有一個水平 解決了他們以前的顧慮 沒錯,政府就不用擔心他們 駐了冊之後,你也不用過於擔心 我們的原意就是這樣的意思 至於你訂一百個學分,還是二百個學分 就看你政府怎樣去理定 始終有個數目開出來 我們就有計劃去進修 就算他在進修的話,他仍然在做中醫 沒事的,都是有一個日子可以註冊 我們覺得這種方法,都是不失協助政府 可以早日完成這個香港的中醫過渡性安排 全面都可以註冊 不用令到有些做了幾十年的中醫 他都是表列 甚至香港出現一些畸形的情況 就是香港的消費者,或者一些病人 去到表列中醫那裡,就會問他 你注冊了沒有?我沒有,我是表列的 有些民眾因為政府缺乏宣傳 所以民眾就以為是註冊中醫才是合法的 那些表列那些,表列? 還未合法 即是沒有牌 你說是不是很大的誤會呢? 令到那些表列醫師就很不光彩 其實這個責任就是政府 政府在過渡性中醫註冊安排裡面 很缺乏宣傳公民意識 告訴市民大眾 香港還是有中醫、表列和註冊 都是合法中醫 我可以看到在他們的立場 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 製造一班所謂合他們規格的註冊中醫 所以表列那些是想著一個過渡 所以他們所謂宣傳做的事 或者立法的程序 都是為註冊中醫而做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想 就是整個最初的過程 其實都是一個我叫做很 arbitrary 就是一個很無段的 幾時幾日,十五年之前就是的 其實很多 我當作合款這個規格的中醫 其實他也不一定是很好的 我亦都認識了 有些朋友 他就考了 他是那些做其他的 做電腦、護士 可能做其他事情 始終是年輕的人 去補一下這些 補一下責任 就考了 順利過關 但是很多被註冊都不會做的 所以最終最終就說 我們作為一個政府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香港有足夠的 有能力的 合乎水準的中醫的從業員 我們覺得應該是 正如你剛才所提議 是早些是幫助他們 你說雖然現在有中醫 有三班大學 都有中醫的課程 但是他所說的是 每年畢業最多不會多過一百個 也都是有些 每班都是二十多個 但始終 現時的表裂中醫 雖然我們都不能夠說 他們整體的水平 但始終 有很多已經是 相當之好 老資格的老中醫 很可能因為當時的商務因素 他可能說不出商業牌照 或者他以前都沒有想過這樣做 他實在在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因為他沒有商業的牌照 十五年裏面 他可能就不能入圍 所以我們要想想 其實我們的最終目的是 希望快點 用有限的資源 或者用一個有效率的方法 製造多些幫助香港人 解決醫療問題的人員 所以你剛才說的方法 是一個很可行的方法 但是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早期設立這個表列和註冊 即是等著表列是過度的 有一種做法就是 到時到後 隨時就會取消 這個情況 聽你所說 好像在2005年 是否曾經有這樣的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有誰有資格取消 其實是怎樣的情況 誰有資格取消 我的記憶 因為都淵源久矣 所以那個日子 就不記得很清楚 曾經在2005年之前 在電視的傳媒當中 出現一位衛生署的官員 忘記了哪個名字 是 他就說過 表列醫師 如果考試過不了關的話 就會在2005年 就會定無牌行醫 這麼早 2005年 幾年前 應該是 2005年之前說的 哦 就說2005年 就是 再行醫 就是當無牌 考試過不了關的話 所以我們一班 覺得我們香港歷史的 中醫師的同業 的權益 就受到很大的侵害 所以那個時候 很多的 來自四面八方 不認識的 中醫的同業 都聚在一個位置 就為了這件事 成立了一個 中醫關注組 的權益關注組 其實當時你的組織 是在那個環境之下出現的 沒錯 沒錯 繼而發展到今天 成為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是的 這樣的情況就是 我們 亦都通過我們 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當時曾經 在200年 約見過衛生署 當時 這個處理事務的 就是梁廷雄助理副處長 副處長就是林炳欣 即是今天的正處長 就是衛生署長 嗯 當時 我們也都 約見過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一眾的委員 當時 談談當中 林炳欣當時的副處長 很清楚地說 就是說 不需要擔心的 哦 因為我們 為了這件事去奔波 結果 得到多次見面之後 他說不需要擔心的 原來 香港西醫界 都有一種醫生 叫做社團醫生 社團醫生 原來在 六零年 還是七零年代 是衛生的 就是因為 譬如在內地來香港 或者外面的地方 來香港的西醫生 他還未考到英聯邦的西醫執業史 政府在一個權宜的方法 給了一個社團醫生登記 嗯嗯 只要這個非英聯邦的醫生 能夠跟一些社團 或者同鄉會 或者是商會 掛勾的話 他就可以申請一個社團醫生 目的就是跟社團的Member 會員制看病 是 時至到 今時今日 據說 那個社團醫生還存在 是 林炳欣當日 副署長 就說 你們表列醫師 其實就是類似社團醫生 嗯嗯 即是說 沒有特別的事干 是 都會沿用到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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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有期限的 哦 但是也說明 關於這個表列醫師 在香港的法例定了 有兩個人是有資格廢除的 嗯 一個就是特區首長 是 一個就是 衛生食物局局長 嗯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是最高的那個 是 現在那個應該是周一我 嗯 上一任應該是楊永強 是 是 在這兩個人 在法例賦予他們 有權去廢除這個資格的 嗯 但是 也都記得 當年 周一樂 局長一上台 接任楊永強 那個 燙手珊瑚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 約見我們 嗯 我們香港 中醫師權的總工會 是 當時我也有份 在場的 是 當時 周一樂局長 就向著幾十位的議會者 就說出了 就是說 如果 表列醫師 有些什麼的醫療失誤 影響到公眾健康 嗯 他就會行使他的責任權利 就會定這個表列醫師的 宗旨的日子 嗯 也都 很清楚 說出了 當時 其實我 很早以前 已經 發現有這個問題 所以 都跟表列醫師說 最重要 我們不要 撞板 如果撞板的話 他就 所謂有所根據 有這個藉口 就行使他的權利 嗯 故此 在現在 這麼多年來 無論是 註冊醫師 表列醫師 他們的醫療 所謂失誤的情況 真是少之有少 是 其實 以前 未曾有 這個所謂1997 甚至是 這個 董建華政府 宣傳 這個中藥港 那個概念 過往 中醫師 在香港 工作 是從來 沒有受過 香港政府 一分一毫的資助 是 都是自然淘汰的 嗯 你找到吃 你自然就做得到 是啦 你有這個能力 就自然找到吃 自然就關門了 是啦 因為香港 每樣都是 用者自負 喝水 都是要自己交水費的 嗯 何況你要租房 租店去做呢 所以呢 其實最大的 考試呢 其實就是 市民大眾 是 這個才是 自然的淘汰 嗯 這個是更加自然的 是 還有一個 大家的問題 就是說 現時下 在畢業 新的畢業 那些 中醫 中醫師 中醫生 三灣大學的 他們現在的 就業的情況 是怎樣呢 譬如他們有什麼出路呢 一般香港人 可能都不太知道 這個問題呢 是 很傷感的 第一件事呢 其實政府呢 他沒有全盤計劃 他沒有全盤計劃 可以說是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因為現在 管理中醫藥的工作呢 就是西醫主導的官員去處理的 根據我自己手上的資料呢 就是這樣的 現在三間大學 有政府 資助的中醫院去就讀的學生 中大、浸大、廣大 但是他每一年呢 每一個中醫畢業生呢 政府使出的公帑呢 據說都不少於一百萬的 每一個 培訓一個中醫學生 都要成一百萬 不少於一百萬的 我知道西醫呢 大概都二百多萬的 最貴的牙醫限 牙醫是最貴的 這個呢 我是 聽到有關的人 跟我說的 是 當然未經證實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不要多說 我們打個五字 都不少錢的 是的 那就當他暫定這個費用先 但是 有很多朋友問我 他說 於是 中醫 有沒有前途 我都想去讀中醫 我呢 就是 會這樣問他 某某 你 讀中醫 如果單憑你有興趣讀中醫 你就忘記他吧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你興趣 你沒有什麼前途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現在 沒有一間政府辦的中醫院 你沒有一個平台去實習中醫院的工作 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也沒有一個就業的機會 因為直至到今時今日為止 三間大學裡面畢業出來的中醫畢業生呢 他只可以是從這個政府和有關香港那些大的公司拿到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叫做quotter 是有限度每年是接受多少個中醫呢 是一年合約的工作 畢業之後 一年工作裡面呢 那個薪金呢 徘徊在一萬四千元的上落 嗯 起碼是第一年 但是呢 只此一年而已 沒有得逐約的 只是一年而已 那這一年的工作裡面呢 還是那個中醫畢業生呢 還不是做中醫喔 是做助理工作而已 嗯 你說 跟西醫院畢業的西醫生 就爭天共地啦 西醫院出來的畢業生 有三萬多元人工 以及進升機會 是相當的 嗯 有宿舍有性的 這個問題我們會繼續討論一下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好 唉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 二八八二 四八四百 網址是 中醫生 但是呢 他們在北越之後呢 他們能夠 好像西醫那樣 政府有些安排 給他們做實習機會 其實是很少的 據我所知呢 是大概現時的所謂公營的中醫診所 就是由政府啊 大學或者非政府機構三方面合作設立的 現時全港大概有十一間的 那麼他們每年政府會撥一些錢給這些診所 是指定呢 他們呢 每年呢 是需要聘請最少五位畢業生 那你可以計一計啦 那十一間五位 那就是五十五位這樣啦 那始終呢 因為它有一個 有一個局限的數字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一研之後呢 那他們通常呢 他們會再另外請另外一批薪的 那就是說呢 要讓位給一些 當然新一屆的畢業生的 那形成呢 是很多中醫畢業之後呢 他那個臨床的實習機會 是比較少的 那但是呢 其實據我所知啊 不要說只是西醫下 在其他的醫學 譬如在加拿大 我們讀脊骨神經科科 那裏呢 那我有四年的時間 就是讀完大學 再去讀四年 那那個時間都很長 我記得每日 都八點鐘 上課到晚上 成五六點鐘的 成四千幾小時的 那但是在我們的四年裏面呢 我們都包括呢 是在門診裏面做 現在新的醫療的教學呢 差不多呢 學生呢 第一年就開始接觸病人 這是一種最新的教學方法的 就不是讀死班班 讀四年之後 或者讀五年之後呢 就開始去接觸病人的 牙醫也是啦 牙醫通常都是 都是讀完四年畢業 就畢業了 即是在美國都是這樣 那在英聯邦的制度讀五年 那樣 那他都是呢 在那個五年裏面呢 已經包括了一些臨床的 據你所知啊 現在香港三間中醫學院的裏面呢 那些學生呢 整個那個授訓過程呢 是學些什麼呢 還有他的臨床是怎樣做呢 由於呢 香港沒有一個政府的中醫院 所以呢 剛才袁醫生你所說的 他們呢 是畢業的話 有機會的話 去到那個政府醫院裡面的 西醫院裡面的門診 中醫門診的地方 去看診而已 但是據我所知道呢 他們畢業了出來的人呢 不是全部都能夠 政府可以給到崗位你上班的 嗯 那就算有的話呢 都是給一年的職業而已 一年之後呢 不能說繼續的 很少啦 絕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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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特別的個案 總之一年之後呢 你就要另外上出路了 但是我們看看香港 土生土長的中醫畢業生 他們在他們的中醫課程的仇份當中呢 其實最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根據我們所訪問的 香港中醫畢業生 他們知道的資料 告訴我們 是 除了一些基礎中醫的學問 和一些應用的學問之外呢 最大的條件都是要去準備 執業資格試那個項目 所以他們三間大學的畢業生 考這個中醫畢業試呢 執業資格試呢 是百分之百合格的 因為他們那幾年裡面 粗到最高 粗到最高 就是應付這個考試 但是臨床呢 就缺乏得非常缺乏 怎樣有地方臨床呢 你剛才說 安排他們在十一所的醫院裡面 做門診那些不是實習 因為實習是說 留院觀察那些 在醫院裡面才能夠真正體味到 那個實習中醫的生涯 門診那個呢 就算現在 你很幸運拿到門診中醫的門診部 去做什麼呢 是做助理的 都不是做主診醫師 聽說他們通常呢 在這些門診部呢 他們所請的很多時候 是中國的 內地的 內地的醫生 沒錯沒錯 那 那 那先先先先說一下 即現在 目前的香港三間 中醫學院畢業的中醫 畢業生呢 他都要考一個公開的事 執業資格試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不論你是香港 即你不是說你自己學校畢業了就算了 沒錯 你以後要再考一個 沒錯 但香港的西醫就反而沒有 香港的兩間西醫 大學畢業的西醫呢 其實你畢業了就可以註冊的 就不需要你再考的事 這個又是不平等的存在 又是不同的地方 搞到你的學生呢 即是在整個求學過程 最重要就是五年之後的那個考試 是一件事 是的 一定要考到他了 是的 那 但始終呢 即是你不能夠說 訓練一個中醫生 五年裏面 完全沒有接觸病人 都不可能的 即是你不能夠說 靠那十一間診所 那 早前的安排 打算有成多些 好像十六間之外 有個計劃在這裏的 但目前來講呢 是 當時呢 是 一九九八年 董建華 在施政報告 提及發展中藥港 承諾在2005年 設立十八間公營的中醫診所 他都講的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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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目前來講呢 只有十一間的 我們所知道的 即是我們不可能 就說 要一班中醫 一部份 有機會 接受到這十一間診所 一員的所謂 在職的實習 而其他那些 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不可能的 他一定是有些安排的 會不會在那個 求學的五言期間 會帶他去中國 去醫院觀察一下呢 會 他唯一的出路 所謂實習的機會 就是回大陸的醫院 但是大家要知道 大陸的醫院 就算是中醫院都好 因為國內的制度 已經行中西醫結合很多年了 在上面 帶教的教授 都是在行中西醫的手法 就是用西醫的方法 又用中藥 用西醫的方法 又用西藥 混亂的 香港的中醫畢業生 上到去 無所適從 就算你學到也沒有用 香港也不讓你打注射針 也不讓你用四環素 也不讓你用抗生素等等 你結果 又是 得物無所用 也沒有了真真正正的意義 因為你是中醫畢業生 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陸 他們的中醫培訓 其實是用很多西醫的工具 至少診斷方面 我記得我曾經在成都中醫學院 當時有一個自然療法 一個大會 有八百多個各方面的 大部分中醫的主任級的人來參與 我記得我拿了他們一個校刊 介紹成都中醫醫院 中醫學院 我看的資料 完全看不到中醫的痕跡 好笑 他們很著重於西醫的診斷工具 X光片 甚至磁力共振 他們很強調這些 好像引以為榮 雖然你是個中醫醫學院 而訓練的時間都很長 好像六年八年 有一種現象就是 今時今日就算在中國 所謂國家 已經有相當多的資源 培訓中醫的 但是現在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很多現在在內地的中醫醫學院畢業 受訓後 其實他們所學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純中醫的技術 或者知識的經驗其實不是很多 變成很多香港的中醫畢業生 去學了之後 有一個很尷尬的層面 因為他們可以釣鹽水 注射一些東西 但是香港的中醫 中醫畢業生 去到之後 其實他們又不可以做這件事 在香港不可以做的 當然我相信 香港畢業的中醫醫生 都可以寫紙 去化言 這些基本的診斷工具 相信大家都可以用 但是始終香港的中醫畢業生 是不可以開一些基本的 救急的西洋 而大陸的中醫是可以這樣做的 好了 出現了一個現象 我都聽聞 有香港很多中醫的從業員 都提及 其實古代的中華的真正的純中醫的衣術 其實是慢慢地消失的 曾經有一個數據 我聽到說 原來在中國現時 所謂的老中醫的數字 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剩下大概三百幾個 好了 即是說中醫有另外一個危機了 將來的中醫 和中醫的所謂醫藥的存在 會有一個危機 所以香港有一個中華股醫藥保持協會 協會成立的目的 就是希望是一個警號 讓大家知道 其實真正的中醫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越來越少的 有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當然他也提及一個問題的原因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過去的中醫的傳統 一個可以這樣說 是歷史悠久的方法 就是施大圖 由一個很經驗的中醫來帶道 其實這個情況 在香港現時的醫療架構 其實是否沒可能再出現 還是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譬如你一個畢業生 你低了之後 你就去找一些老中醫 來跟他 其實法律上 都沒有說不讓你這樣做 那這個問題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根據200年代 這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他們的幕後的操控人 就是衛生署的官員 他們當時是不會承認 這個祖傳施成 那種中醫的階段 他只是承認 正正統統 那些中醫學院畢業出來的那些 但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2008年 我們國家十七大會議 就有一個很新的局面出現了 也都說明了 就是我們國家都有隱憂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胡錦濤國家主席 在十七大裡 提及到 我們關於醫藥的部分 就是說 在現在我們國家的政策裡 中西醫並行 但是特別要 輔助傳統醫學 並且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 我們國內一向都有 不過現在經過 國家主席 在十七大裡 更加講得 細節一點 就是說 如果你在大學 選科是讀中醫的 那你就從中醫的課士畢業 但是民間的 有興趣去學習中華古醫藥的人 他未必有資格 有機會去大學 他就可以跟一些資深的中醫師 去做學徒 三年之後 他可以報名去考一個 叫做助理中醫師 然後再去進修 進修之後 再去考註冊中醫師的執照 那就成為另外一種 不是大學才可以拿到的 中醫師資格 正正這一個 就是 在我們 心水清 可以明白一件事 原來我們國家 純中醫的人 是青黃不接 因為現在所講的 都是要在大學裡面 選修中醫學的學生去讀 那些大部分 讀到 就是偏西 慶中 所以剛才袁醫生也說 現在在內地 無論是醫院 無論是中醫院 裡面 一去到 第一時間 就安排你去釣水 釣生理鹽水 第二時間 就安排你去照X-ray 然後又要做他所有的 掃描等等的事情 已經 但是我們不是說 這些現代化的事情沒有用 而是我們國家都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 出現了青黃不接 希望 就好像玩夠熊貓那樣 希望他們快些繁殖 多些熊貓 那個原理 換句話說 現在十七大 國家主席說到這個問題 其實最重要就是 兩條腿走路 一條腿在大學培養高材生 一條腿在民間培養中醫的繼承者 師帶圖 師情祖傳的 再去衍生 無限多的 未來的中醫師 這種做法其實 在其他的專業都有的 例如會計師 律師 其實在傳統上 都是有的 即你是一路去會計師樓 或者律師樓 一路做 一路在考那些專業的考試 變成在入學的途徑 是多元化一點 給一些不同的興趣 不同背景 不同能力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途徑 可以幫到我們社會的工作 這個策略改變 可以反映到 我們的隱憂 我們很多人提出的隱憂 其實是很實在的 不是只是空口講白話的 其實不是那麼差的 所以我記得以前 大家也提及過這個問題 當時我提出一個解決方法 即是很全面的解決方法 我說為何我們不可以 改整個法例 好像以前那樣 你做中醫 是不用說一定要註冊才做得 任何人 如果有心做都可以做的 因為過去都是這樣 過去都不是為了牌照 過去看到的情況 又不是出現很多問題 不是因為很多這些 民間的中醫 製造很多醫療事故 其實是一樣沒有的 所以說 原因是因為整個醫療的工具 即中醫的中草藥 針灸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很安全的工具 不像西藥用的很多副作用的毒藥 所以在管制方面 是要很嚴格 但是我經常都提出 在外國西醫管制很嚴格之下 其實醫療的事故 死在西醫手上的人 其實一樣是這麼多 是沒有改造的 所以問題就不是監管不監管 其實問題是醫療工具的本質 所以說 既然中醫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工具 我們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當然我也很容易理解 已經在業那些已經註冊了的中醫 他覺得 嘩 好像又打開了 他變成他的專業 或者他那個市場 會受到衝擊 但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們可以 應該再重新想一想的 最終最終都是 誰淘汰你 不是說你因為有一張沙子 因為有個所謂註冊 如果你是不行的時候 始終在香港來說 除非香港的中醫院 好像現在西醫院 沙士 就一定要用中藥 那你就可能有保障 保障你那個生存的空間 如果一般來說 如果你真的不行 我相信 在一個公平開放的市場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沙子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 你剛才所說的 現在中國想想的方案 其實都有一個問題的可能性 就是始終 一般的這種考試制度 都有一個規限 他都要求你認識 某些基本的醫學常識 很多西醫方面的醫學常識 你一定要認識 變成很多 就算學徒也好 他都會在過程裡面 他都會花很多精神 為了這些考試而做準備 反而臨床那方面 他可能是沒有全力去做的 這個是所有行業都有的 在醫學院裡面 我記得在美國 有一位醫學教授 叫做Robert Mendelsohn 他是一位得獎的 醫學醫科教授 他通常 我記得有一次 在那個會議那裡 在演講那裡 他曾經說 他通常勸議那些醫學生 你進到醫學院那裡 你趕快趕畢業 跟著你就真真正學習 這個醫學也是這樣 相信所有其他醫學也是這樣 始終在我們社會 著重於所謂專業的運作社會 我們很多時候 就要求某種的專業行業 一定要有某種的 他們認同的 大家行內認同的基本的知識 變成造成很多時候 你是不是也要先認同 當然將來應用方面 應用的機會很少 但始終你也要先認同 所以我相信很多專業 都有這樣的問題 要解決這個情況 其實最主要是 將那個入行的途徑 以及入行的框框 是整得寬一點 低一點 最終最終 決不決定你那個市場的能力 都是市場的運作 病人會知道 始終現在是很多很多 有病的人 很多慢性病的病人 等著用雙人去治療 所以這個問題是全世界的問題 最近中國正在探討13億人口 他們有沒有具體呢 我聽說他們 預計了很大筆錢 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接觸過他們想怎樣做呢 他們是否走回赤腳醫生 或是他們具體說怎樣想呢 這個問題呢 就值得探究的 但我所知道的顯示的資料呢 我們全中國呢 所謂大數 13億 健康的人呢 只是百分之五的 這是全世界的數據來的 即萬名地方的人都是差不多 有病的人呢 就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慢性病的人 慢性病的人 有病的人 已經有病了 不是吧 是雅健康 即是很明顯*** 有病的人 總之定了就是有病的了 四分之一的人 就是二十五個百分之二十 剩下百分之二十幾個百分之二十 剩下百分之二十是雅健康 那這個數字很危險 是 在中國國家有關的領導人 都會有見及此 所以現在在我們國家發展 雅健康的教育 都是比較 传统医学就是说中医药,藏医,少数民族的医学都会辅助 我觉得应该是百花齐放 不应该说哪一种医学特别是优性 不应该在这个水平 因为正如刚才和余医生说 就算你现在用了所有医学的手段 西医的手段,中医的手段 甚至自然疗法的广泛手段 你都不可能将现在世界所有的病医学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包容一下 令到大家都能够百花齐放 这是人类的福气 这是人类的福气 病假指的问题 曾经是在2007年 在立法会 6月26、27、28 3天72小时抗争 在立法会门外露宿 就是为了中医可以拿到病假指 可惜立法会的所谓一读二读三读 只是留戀在注册医师的部分 表列的不在讨论之列 所以我们都觉得那日子是中医的蒙难日 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 那我们在未来计划 就会在6月26、27、28 在这些日子里面 选一天都会在立法会上 向有关部门宣洩这个诉求 亦都因为中医院管理委员会 十周年的日子 我们权益会的强烈反应 就是应该要一个检讨 因为现在还有这么多表列医师 那我们应该如何 令到他们更加顺利去注册呢 我觉得有关的部门 应该在这方面 是检讨他们过往 十年里面做了什么呢 所以在6月26、27、28 我们计划 还未确定是哪日子 就会在立法会门外 有所行动 甚至可能会刊登报纸 作为一个启示式 好 非常之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是袁大明 多谢余国伟医生 和今晚和他的帮助 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